曾经轰斗一时的野村里女主角林静恩呢 在去年4月里昆城癌症病逝之后 便脱手继承的房产得手是1780万元 接着传出呢 他大闹饭店露宿街头脱续的行为可以说是一裸狂 黑衣短裤脚踩脱鞋林静恩打扮很休闲 把手背在背后不疾不徐走进别人家社区 就像在走自家厨房 当时外送员把餐点送到了这处社区一楼 接着林静恩就直接提着餐点到了隔壁商旅 坐在地上直接吃了起来 最后林静恩被带回警局 远景为他为什么要偷吃别人的餐点 他却只回答因为肚子饿 而且现场就掏出两百三十七元的外送费用 给报案人 明明林静恩身上有钱却行为脱续 而附近的饭店业者早就知道这号人物 因为林静恩没有住宿 却时常晃来晃去敢都敢不走 李坤成在去年四月份 癌事后林静恩就继承他的房产 接着脱手出售 得手至少千万元 接着没工作的他开始用遗产 入住台中五星饭店 却在跨年期间被爆出大闹饭店 还因此成为饭店的拒绝往来户 今年一月份开始他居无定所 深夜呆坐在银行atm前 如今偷吃外送餐点现行翻背带 脱续行为一箩筐 去年林静恩露宿街头表示需要有人帮忙 消失了半年 今年六月份在脸书po出自拍照 说自己好多了 底下还有朋友留言要他加油 但没想到时隔不到一个月 又因为偷吃餐点上了警局 记者高丽虚凯迪台中报道